大家好 我是修手绝技的一个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银览老铁技术的一台 黑刹3S 银览文山技术的 然后手机是游戏机 无机版的 无机版的 它这个是重摔机 重摔机 然后开机没有电流 电流在5毫万左右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手机进行CPU 重做CPU 它这个CPU是比较高配的 865plus 它一个 我们准备直系CPU上带 我们接下来准备给CPU直系 我们准备把它推融化 接下来我们轻轻地把干纹削掉 然后我们再给这个CPU做一下复位 给刚刚的C做一下复位 我们看起来非常的亮 吸点非常亮 非常饱满 非常亮 接下来我们进行安装 这个我们最好位置啊 然后用旋风按接啊 因为旋风的话它受热比较经营 按接起来比较安全一点 要闲转式的啊 温度会怎么高啊 我们推一下有点慢啊 已经备位了 我们做个备位动作 我们看到它已经备位了 我们冷带主板冷却 以后再进行测试啊 但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CPU的问题啊 也可能是电眼都有问题啊 因为它毕竟是重摔的 小电流啊 非常非常的小 主板有点弯啊 接下来我们上电啊 我们短节开机键啊 发现电流还是很小啊 一样的5毫安 非常的小 如果不装上盖的电流 不可能这么小啊 不可能这么小 CPU都没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先排查其他的啊 然后再装上盖啊 也许是CPU坏了啊 一开始就是这么很小的电流 好 我们接着来啊 然后接着继续排查啊 然后把上面的屏蔽罩拿了啊 更换了三个电影 这个是PM8150A 这个是PM8250 啊 这个 这个电源 然后又更换了这个 这个充电IC的PM8150D啊 三个电影啊 现在PM这个新款的手机啊 这款手机是高通销865plus的啊 这个CPU配置非常高啊 然后它这个重做了一下啊 之前重做了 后面没有装上盖啊 开机还是一样的5毫安的电流 现在我把上盖也装好了啊 然后现在来开机测试啊 这款手机修的还是有点啊 费劲了 顺便装一下CPU也好 因为毕竟这款手机有个通病啊 就用着用着 就会CPU就会出问题啊 现在重装一下 就以后用着就不会再出问题了啊 然后这个 但是这款手机是摔坏的啊 不是用不用用坏的 用坏的我就不会再搞这些 直接漏CPU就完了啊 这个我们准备装上测试啊 测试看一下啊 这个主办情况怎么样 因为它这个地方 它是双供电的啊 双供电的 必须要按在用电池才可以 才可以知道这么正常 我们准备安装 所以我们把主办装进去了啊 这个黑色3S主办有点难装啊 线太多了这个贴线啊 5G版的啊 然后我们把电池刻好啊 刻好 所有配件都刻好 因为机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它的屏幕好不好 因为它毕竟是重摔的啊 这种是属于三星屏 三星屏是 重摔的很容易省坏的啊 我们先充电看一下 有没有充电反应啊 因为毕竟我们刚把主办修好 我们看到了 充电电流一按了啊 手机震了一下 手机震了一下啊 说明这个有希望了啊 手办还是有希望了啊 接下来我们开机看一下啊 我们按下开机键 手机震了啊 但是屏幕不亮啊 屏幕不亮 充电都正常了 那说明 手机正在开机了 但是我们到底 怎么判断这屏幕好不好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充电试一下啊 有些时候啊 它充电它会发出声音 但是这个不会发出声音啊 应该是没有充电提示音吧 应该是 但是充电电流是有的 充电电流是小 1.2.2. 接下来我们这样试啊 这样试啊 我们装个卡 装个卡在里面打电话试啊 如果能打通说明主办没问题了 我们把我把我自己的卡拿出来 测试一下啊 我们装进行 可能要点一下啊 还是没反应啊 我们拿个电话来打了试一下啊 好 我拿另外一个手机啊 打了试一下 试一下手机 能不能打通电话啊 有没有信号 我们看到啊 我们听到有 手机会响 说明这个屏幕坏了啊 但是屏幕不会亮 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听到这个打电话的有信 再打一次试一下 你娃娃娃英武学基金 让孩子爱上英语 好 一打就通一打就通 说明主办没问题了哈 但是屏幕快了啊 我们 我们听票和沟通一下 放个屏幕就好了啊 感谢老板支持啊 好我们把他挂了 好我们就拍到这里啊 双几关注666 双击关注666啊 这主板修的是非劲 修了好几天 但是最后还是修好了啊 还好 功夫不负有信人啊 好就拍到这里 双击关注666 双击关注666